哎 建议不要建议的专家又来建议了 这次是啥 专家建议禁止校未成年人提供网友服务 怎么能只禁止未成年玩游戏呢 还应该禁止未成年看动画片容易不良音的 禁止未成年看电视剧容易学话 禁止未成年踢足球 禁止未成年玩迷吧 这禁止不过来啊 干脆禁止未成年出生吧 现在的专家最会见 可不吗 三句话专家就能把我国籍开除了 哦 之前有个专家说 中国家庭平均资产300万 谁家还没有个50万现金呢 他家3000万 我家3万 一平均人员300万 你家没有50万 专家说你可以把闲置的房子出租吗 可以开着私家车跑滴滴吗 他以为人家家里几套房 几套车呢 前段时间油价上涨 专家怎么说 说现在大家都在公共交通 油价上涨对老百姓没有影响 只许专家开车 老百姓不能开市吧 另一个专家说油价还是太便宜了 再涨几倍 老百姓加不起油了 交通自然就畅通了 对年轻人专家也可爱建议了 建议年轻人在工作单位附近 租贵点的房 建议取消外卖 让年轻人从床上 从沙发上站起来 是年轻人不想租得近点吗 是年轻人不想做饭吗 今天上班都累得半死 哪有时间做饭呢 还有建议大学生付费上班的 荒唐 上班可以不只为了钱 这是格局 但是上班不可以不赚钱 这是底线 底线 看到没事就出来 指导我们人生的专家呀 我指导手里没有趁手的兵刃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出来说胡话的专家越来越多了 以前专家是好词 现在专家等于 专门骗大家 这是为啥呢 四个字 脱离群众 他们之所以能说出 谁家还没有50万这种话 原因很简单 他所接触到的群层 都能很容易的拿出50万 可他们不知道 中国除了这些有钱人 还有更广阔的农村贫困人口 给他们送到最穷的山村待两年 种两年地 这些飘着的毛病就治好了 他们年薪百万 就不会为几块钱的油价操心 他们生得起 却不知道普通人养育一个孩子成本有多大 不知道双职工家庭 只想接送陪伴孩子就有多难 高高在上的天天 我们不是建议专家不要建议 而是希望专家能站在老百姓的角度上提出思考 而不是高高在上的评价别人 对 毕竟普通老百姓才是生活的实战者 我们比谁都知道 如何更正确的生活 说得好 这两年专家被小专人污名化了 其实各行各业都有很多实干专家 石油地址学家邱仲健 先后发现了塔利木有田大庆有田 为中国的能源安全保驾护航 经济学家顿润生吴敬连 被称为中国经济学良心 农业专家袁隆平 更是为保了14亿中国人 这些人才对得起 专家二字 这才叫专家 最后我建议 国家实行专家教授红黑榜制度 专家教授可以提意见 但是需要老百姓打分 低于80分上黑榜上黑榜超过三回的 想再次发言或者提意见 需要向人民大众交一笔提意见费 才能再次发点 考建议 建议立即执行